松岭茶艺文化协会 日前在松柏岭游客服务中心举办新春团拜 会员们在优雅宁静的花树下 布置茶席 场面温馨 处处散发茶香 包括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及县政府 乡公所等各界来宾都热络参与 这样子一个活动能够凝聚所有姐妹的 对松柏岭的一种相信力 我们今天团队年轻化 他们有准备一些比较活泼式的那种 樱发的风格 所以每一席的茶席展现都有它的特色 樱式的风格你看看我们今天所有的打扮 都是他们精心的设计 我们的姐妹逐渐的年轻化向下扎根 也对于在地的学子 做了很多的茶系列的教育 这是我们协会长年以来在推动的 松柳茶艺文化协会 平时即致力于向下扎根茶洗教育 县议员林一如肯定协会对地方茶产业的付出及努力 表示本身也藉由参与 增进了许多对茶文化的认识 一如来参与这个活动的心情特别不一样 就像回家喝一杯好茶一样的心情 松柳茶艺协会可以说是非常 对我来说非常的特别 是一如初社会以来第一个参与的一个社团 当初也是看到我们这些好姐妹 对于我们自己茶厂的事务 能够来致力于这份工作以外 在茶席上的一个展现 文化的展现也非常的厉害 那么当下我就觉得说 这些好姐妹都是一如学习的对象 所以就加入了我们茶艺文化协会 那么确实这几年跟着我们会长 以及我们姐妹的一个共同推展茶艺之下 一如自己觉得说对于我们地方的一个文化产业 有更深的了解 松柳茶艺文化协会向来致力于茶文化教育 及推展茶艺活动不遗余力 县议员林一如肯定协会的用心付出 期望协会会晤新年新气象越来越好 记者王水仙民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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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